拜登政府发布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 在三大全球优先目标上 首先就先点名中俄为目前首要挑战 和北京的竞争中得先脱颖而出 才能进而压制俄罗斯 苏利文除了表示 目前世界所面临的两大挑战 第一就是强国之间的地缘竞争 第二则是跨国挑战的规模还有恶化速度 且强调未来十年 这是中美竞争重新塑形的关键 因此必须把握时间 至于台海问题 苏利文强调基于台湾关系法 重申支持提供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 至于拜登四度对媒体提出 假设北京入侵 美军将会出兵防卫台湾 美国官方已经说法统一 这是一个假设性问题 拜登上任以来 白宫一直强调 中美关系是竞争且避免冲突 而且需要设置护栏 但美国过去以来 试图从各个面向领域围堵大陆 其实不论是印太架构 四方安全对话 还是澳美英三方安全伙伴等相关政策 目的就是要制衡北京的势力扩张 并免印太地区掉进北京的势力范围 记者最后报道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